好 那么我们继续看 所以他告诉你 那么随顺于法 其实就是随顺于解脱 那你要真正随顺于解脱 那必须先要有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那么相应于解脱的行为 要必须 那么心里面内心 先有趋向解脱的意愿 那么这样 这样才真正是随顺于法 那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 要在五蕴 其实就是五蕴五成上 那么要修艳离住 第一个是修艳离 第二个要实时的心跟行为 心形 都要跟这个艳离相应 叫做多修艳离住 就是要安住 就好像我们观这个呼吸 心除了在呼吸上 不在其他的地方上 这个叫心住于呼吸 那么一样 就是心一直在这个境界上 源于这个境界 那么他说这个 在五蕴上修艳离住 其实五蕴是我们的身心状态 那么这个色 就是你所面对的一切的人事物 你自己本身 因为他这个是从所谓的 我爱我所爱 我所就是我所面对的一切人事物 那么看到的想到的 那么闻到的这一些 五蕴上的 那么会让你 于受想行事上多修艳离住 会让你感受深刻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你内心感受非常深刻 有它没有它 想要得到它已经失去它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你的感受非常深刻 情感 情绪波动大 这个是受 印象非常深刻 久久不能遗忘 没有它的时候一直在想它 有杀的时候一直在看它 失去它的时候一直怀念它 反正就是这样 那么不管是人事物 它都会给你带来心极大的震撼 让你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所以感受非常的深刻 印象非常的鲜明 那么这个行 基本上就是你的意志 你的意愿非常的清晰 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不能没有它 我就是要得到它 我就是要拥有它 我就是不能没有它 那一种意愿非常的清晰 然后心都在这个人事物上 境界上 那么是其实就是你了别的 你所了别的这些人事物 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 哪一个东西 哪一种声音 哪一种味道 哪一种气息 那么你 你都刻在你的内心上 事是你所了别的 六事吗 一般佛法习惯性的说法就是 根尘事和合身处 处聚受享失 那应受有爱 应爱有娶 因为爱娶就有业 有业就有生死 它基本上是这么讲 那我们从我们 就是说 关照我们的身心来讲 简单讲就是 这事所了别的一切境界 那不外乎是人事物 刚才说不外乎是人事物 这些人事物让你感受 感受非常深刻的 那么你印象 取向是记忆 你所记得的 你那个像 非常的鲜明的 那你那个意愿 那么就是 你想这样做 想那样做 想拥有它 不能没有它 那你就会驱动 你去 你不能没有它 你就会 在它要失去的时候 你想办法保留它 在它已经失去的时候 你想办法再拥有它 在它还没得到的话 你用尽一切企图 要得到它 反正就是这样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义 它都是行为嘛 审律决定动发 那么这样的过程里面 你不断在 就是身心不断在变化 这时候想行事吗 那身心不断变化 只要是因为近 那么这个近 之所以你会让你身心浮动这么大 那是因为你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 根植于你的我爱 对境界的贪婪 那么你之所以久久 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久久一直在这种问题下 反复循环 一次又一次的 因为它而让你 让你的心喜乐贪爱 憎恨不已 那么忧心不已 那么它 就是苦乐喜忧舍嘛 基本上就这几种 那是因为你没有觉察到 觉察到了 你没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是什么 你要反过来想 修厌理想 修无常想 修苦想 修如病如庸如刺 脑害想 这个是阿罕经教的 就是说 我因为它这样 让我好像生病了一样 茶不吃饭 你胃痛 吃不下饭 今天你胃也没有痛 你只是因为 有了这件东西 没有了这件东西 因为这个人讲这句话 那个人讲那句话 没有讲那句话 那么就是因为 人事物上 让你 睡不早 吃不下 坐立不安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病 如病 它好像一个肿瘤一样 我对这个东西的直取 就好像肿瘤一样 时不时 它就给我来痛一下 痛一下 那我也只能痛 也没办法 如刺 就好像一根刺 一般如刺就是如剑 剑射在这里 或一根刺 刺在这里 时时痛 时时痛 那么 它常常对我的心 对我危害甚深 脑害 这个观五蕴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其实就是观一切静 那么你的身心 常常因为一切静 而产生变化 简单讲就是五蕴 详细讲就是什么 就是十二处 那十二处就是 你身心所面对的一切静界 我们叫做诸行 所以要观诸行五场 其实它是从这边讲的 那 所以它告诉你 要以射受随顺于法 第一个 随顺于解脱 那解脱是没有烦恼状态 没有烦恼的束缚 才是解脱啊 那么 所以 那么 这个 所以像法随法行 也是一样 那个法就是解脱 那个随法 随顺于法 就是依着八正道得解脱 它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这样 你最后得到什么 得到解脱 解脱之鉴 一界定会得解脱 解脱之鉴 这个叫五分法生 好 所以 你第一个 你的内心 死死在想什么 那么 如果想的是世间想 那么你就是怎么 长养什么 长养夜报生 你爱取有嘛 夜报生 那么如果 就是这个设身 夜报设身 如果你想的都是 我有烦恼了 有烦恼 我有烦恼了 我应该要远离这个烦恼 我应该要趋向解脱 这个烦恼是让你增上的 那么你慢慢慢慢就 不太会执着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长养什么生 法生 法生会命 那么所以 这个 所以于五蕴 当修 宴住 其实就是宴离住 那么于色受想行事 修宴住 宴患 苦患患 信心善男子 正信 非家 出家 那么这个在案件里面 也常看到 正信 正信 非家 出家 一般会讲 正信非家 出家 学到 有时候会这么讲 正信 正信非家 出家 学到 那这里是写 正信非家 出家 那 或是 他这样 他基本上是 你知道 你有正信 那么 后面会讲什么是正信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先讲这个 你有正信 正确的 相信 就是有正信 那么 非家 就是 这个家 它是个 束缚 就是说我们对家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 基本上家也是由于 内心的我见我爱而来 但是不是说一定要你离家 而不是说 这个礼不是说你要离家才是离家 而是说 你的心不要直取 不要直取 那么家庭 就是因为家庭最主要的 它就是什么 有个庇护 有庇护 庇护我们 遮风避雨的 那么有温暖 有幸福 那么会彼此照顾 那么你 但是你从无常想 来想 你过去生 也是有个家 那现在呢 那现在这个家 那么 它真正能够庇护你的 不是家 是什么 是你的智慧 只有你的界定位才真正庇护你 那么这个家也受到无常的影响 那当然 你有家 有这个家庭 它基本上 它能够带给你一些幸福 但是就是因为你执着这种幸福 那么在它产生变异的时候 你就会从这里产生痛苦 多数的人 幸福都是从家拥有 但是最大的痛苦 也就是从家产生 真的 我们一生 最大的幸福 都是从家拥有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当这个家产生便利的时候 最大的痛苦 就是从家产生的 比如说 你最大的幸福 妈妈最大的幸福 就是小孩子孝顺 那小孩子 那么长大 那小孩子 生病的时候 妈妈就很紧张 对不对 有一个孩子就紧张一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就紧张三个孩子 好 那么好不容易把他养长大了 他孝顺的时候 小时候都很孝顺嘛 因为以妈妈为中心嘛 以父母为中心嘛 长大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这个时候你开始痛苦了 如果他还孝顺 那么你那个痛苦还少一点 但是如果他不孝顺 那个痛苦就大了 不孝顺就算了 还忤逆 那个就更痛苦了 然后或者是他非常孝顺 但是他发生意外了 那个也很痛苦 他如果没那么孝顺 那个意外 也是会痛苦 但没那么痛苦 正是因为他很孝顺 很优秀 很年轻 我告诉你 你的希望越大 你的幸福感越大 等他产生变异的时候 就是产生变化的时候 你的痛苦就越大 那这个在佛法里面 也有常常讲到 就是有一户人家 他家有七个孩子 七个孩子都死了 他非常地痛苦 那么这种 这种我们常常发现 但有一些非常孝顺的 像你说普斯尼王 他非常孝顺他的母亲 他的儿子死了 他都没那么痛苦 他的母亲死了 他非常痛苦 那么但是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人老了就会死 他的母亲八十几岁了 怎么不死 当然活到一百岁 也是要死 但是我们知道是知道 后面会讲 知道是知道 还是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修无常想 你知道无常 但无常就好像 风吹过树叶一样 震动一下 就没感觉 就这样 所以他必须要你什么 住 住就是什么 你时时都要观无常 当你时时观无常的时候 你对那个境界的执着 自然会降低 真的 那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只有偶尔听到 也知道无常 那只有在什么时候 我们会说无常 只有在好变成不好的时候 我们才会说无常 不好变成好的时候 你会说无常 不会 绝对不会 对不对 有钱变没钱 你就会想无常 身体健康变生病 你说无常 人死了 你说无常 你会讲 人出生的说无常吗 不会 人出生的是不是无常 也是无常啊 从没有到有 不是无常吗 从有到没有 是无常 对不对 从没有到有 也是无常啊 不然呢 但是我们的无常 偏向于什么 偏向于从 好到不好 所以我们只在 不好的时候 看到无常 那无常只发生在 不好发生的时候吗 没有 无常是随时随地 都在进行的 刹那刹那 无常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到 是不是 所以 本来关系很好的时候 你会想到无常吗 你很爱我 我很爱你 你很喜欢我 我很喜欢你 你会想到无常吗 不会 你只想到常 我们的有余 永恒 我们的 我们这个 我们彼此相爱永恒 那么我们彼此的 关系永恒 长长久久 生生世世 我们只会想到这样 你会想到无常吗 不会 哪一天 他忽然变心了 你就会觉得 啊 无常 其实他还没变心的时候 就无常了啦 你好好想哦 真的 但是因为我们习惯 讲无常是讲负面的 所以当事情 正好地发展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想无常 而且很害怕无常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当他来的时候 你就会痛苦 如果你天天已经知道 世间随着因缘变化 我只能够控制 我能控制的这一部分而已 我不能够控制 我不能控制这一部分 他随时会变化 因为夜变化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夜 但是我准备好了 因为世间本来就会变化 在他还没变化之前 那么我当然尽量用好的音乐 让他相续 但是他如果变化了 我早就知道 世间本就无常 所以我的心就不会怎么样 就不会那么痛苦 因为你执着不深 你就痛苦不深 你执着越深 你痛苦就越深 痛苦来自不当的期望 期望 落差越大 痛苦越大 那他本无常 你偏要他常 那所以 他本是苦 你偏要他热 那么这种东西 就是 我们没有 我们佛教徒 谁不知道无常 真的 谁都知道无常 当然是 你有真了解无常吗 你有真了解无常 大师律里面 也讲过这种问题 世间人说的无常 都说一半而已 好变成不好才无常 其实 当好的时候 他就无常 不好变好 也是无常啊 是不是 所以 你了解了这个东西 你看着 你就看着 就是看着世间的变化 你知道世间一切在变化 那么 要怎么样变化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你观察它的变化 你大概知道它会怎么变化 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 那么 你可以确定 那么 那么 你每天都能这样活得好好的吗 你也知道 我们一定会死 这个大家都知道 知道我们有一天会死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哪一天 因为你也不知道吧 但是你总觉得 没有那么快来嘛 对不对 还没轮到我嘛 但是你要看这个世间 所以忽然有一天 忽然有一天 你忽然觉得 生了一种病 那么你就会开始恐慌 你开始会恐慌 那其实病是天天有的啦 那么最大的病就是什么 无名的病 那么我们当然 也不用去忧虑这种事 那也不用 但是也不是 不要去在意这种事 你要在意的就是 无常 不会让你产生恐慌跟担忧 而会让你怎么样 让你更精进 让你跟看清 看透世间的一切事 不止取世间的一切事 因为这样 因为无常 才能从不好到好 这个人身体不好 本来很健康的 忽然间得了一种病 你也要跟他讲 没关系 世间无常 他以为说 我又不是要死了 不是 世间无常 所以你会从健康变生病 也会从生病再变健康 只要你给他 无常就是什么 有因有缘的嘛 你给他好的因缘 你找出他生病的原因 然后改变他 也许是环境 也许是压力 也许是饮食 也许是习惯 那么导致于你有这个病 你现在把它转过来就好了 就好像轮回 能不能转 也能转 那你为什么轮回 所以有因有缘事间集吗 找一个因缘找 找出来最好 苦 病是一种苦 穷是一种苦 人家不尊重我是一种苦 我们有种种的苦吗 喜欢的 没有办法在一起是一种苦 想拥有的 不能拥有是一种苦 苦因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想拥有 你不要只是苦 你要找到苦因是什么 乐因是什么 从那个因去解决 不要只是在那个苦上面 在那个果上面 从因上去想 给他什么因 他能够拥有什么 给他什么因 他能够消失什么 那你想拥有什么 消失什么 你想拥有解脱 你想拥有福报 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那不管你想拥有什么 都从因上去想 从因缘 因为无常 因为无常 所以 因为无常 所以一切不决定 无自信吗 不决定 因为不决定 所以 他并不是 不决定并不是什么 没有 而不决定就是因为 你给他什么 他会变成什么 你给他什么因缘 他会形成什么 你要健康 可以 健康有哪几个方面促成 生理的 心理的 物理的 物理的就是环境 或是饮食这一些 那么身体的 可以去运动 休息 营养这一些 那么心理的就是 你心里的想法 压力 这一些 那么你从这种种的角度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健康 病的 变成健康 如果你不注意 那么健康的也会生病 那你想长寿 那很简单 那过去不晓得 你造了杀业什么 没有 不知道 但是即使过去 有短命多病的业 这一世也可以什么 改善 你就是 持心 护身 不施 施衣施药 这一部分你就可以 所以你从来不担心什么 为什么 一切都可以改变 那也知道这样 一切都会消失 所以他改变的时候 你早就知道了 他消失的时候 你早知道了 他拥有的时候 你也早就知道了 什么东西 你都早想到了 早料到了 你还有意外的惊吓吗 你还会有意外的惊喜吗 不会 你的心一直在平静当中 冷静地看待这一切 看待着世间的运行 是不是 就好像我们天黑 在过几个小时 天就暗了 忽然之间 第一天 不知道的人 一直在 一直天是亮着的人 忽然间天暗了 他会恐慌 对不对 忽然间太阳没有 早好高 像以前的人也一样 月全食 或日全食 太阳在那里 忽然被遮住 好担心 天狗时日 赶快把家里的锅碗 跑本都拿出来敲 有没有 以前的人是这样 月食日食是什么 灾难要出现 糟糕了 太阳被吃掉了 以后没太阳 农作物不能收成 要吃 在黑暗之中 好担心 不知道哪一个天才 想出来 大家赶快 天狗时日 赶快拿锅碗 跑本都拿出来敲 敲啊敲啊 敲一阵子之后 那个狗吓到了 把那个太阳吐出来 以后每次太阳 日食的时候 就要拿锅碗 盆出来敲 结果就变成一种 所以会害怕 但是 现在我们知道了 这个是日泉食 你不但不害怕 你还会观赏 有没有 还会观赏 赶快哦 难得一见的百年奇景 赶快出来观赏 你看 观念不一样 对待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好 我们把这个日泉食 换成五场 是不是 你有没有那种 惊吓跟惊喜 也没有 它本来几年 就会发生一次 本来几年 就会发生一次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 它运作就是这样的 无常的运作 就是这样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变化 出乎我们的意料 但是在怎么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但是我知道 一切无常 什么变化都有可能 所以一开始 有一点惊讶 但最后 你很容易接受 为什么 无常 那其实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你看 于受 于五运 得愿 设受 想行事 得愿 就是说 你愿 就是说 你不会直取 你不会直取 他不是讨厌 他不是正恶讨厌 不是 就是你不懒着 不欢喜 赞叹 爱乐 懒着 这个就是愿 愿你 就离欲 就是你不懒着 就离 你懒着 就是什么 不离 不舍 兼住 懒着 黏在上面 一直懒着 兼住 那你 你碰了一下 你知道 这个不要太执着 你就远离 就是你的心 不在这个境界上 一直执着 那个就是离 那个就是离 那么离 离记就是离五欲 对人事物的直取 那么你离 每一件事 你都能离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一个东西 你都不懒着 这个世间 一根草 广青老上讲的 一根草 你都不懒着 当然你不会直走 那根草 但是只是辟欲 就好像偷到 一根针 你都不偷 那谁会去偷针 但是它只是辟欲 一点细微的 你都不懒着 那我们当然要好好想 我们很少不懒着 就算我也会懒着 但是懒着有程度之分 你懒着的时候 你马上要修这个想 厌理想 你马上要修厌理想 无常厌理想 所以它要跟第一经配合 你看第一经 就是讲这个 然后 那么你如果不懒着 你如果懒着了会怎么样 会苦 所以无常苦 有没有 其实就这样 你如果懒着了 你一定会因它生起苦 从周遭的人看就知道 从过去的看 你的经验看 你也知道 你未来如果还屈膝这样的话 那么你不失无常 你就一定会受苦 你不失无常 当无常的境界 用一种方式显现的时候 你就会受苦 其实无常一直是在无常的 心刹那刹那无常 我们的身体 刹那刹那也无常 你皮肤屑 刚刚讲完 你皮肤屑就掉了多少 也许头发已经掉了两根了 又长了一米里了 细胞 很多细胞死掉 很多细胞又新生成了 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但是一定有这个变化了 对不对 一样 所以 这个也是无常 它并不是 只是它的变化大跟小而已 所以厌以离欲 第一个要有这种观念 要有这种观念 那么观念 你常常有的话 那么厌理想 第一个是厌理想 那么 之后 你就能够离欲 离诸懒卓 离 对 境界的懒卓 离诸五欲 五成五欲 那么 当你 远离一切的五欲 懒卓的时候 那么你就得解脱 得解脱的时候 你会有解脱之见 所以这个叫五分法身 那么 戒定为解脱 解脱之见 修验离就是 你要告诫自己 不要对境界 太过懒卓 那么 不懒卓的话 你对于境界的变化 你心 不会随着浮动 你心不会随着境界浮动 那个叫做定 安定 你心一直在安定里面 人眼看着这个世间 慧眼看着这个人间 慧眼看着人间的变化 观 观 人情的变化 观 事情的变化 观 心情的变化 外观 人情跟事情的变化 内观 心情的变化 它不断在变化 但是你的变化不大 安定 你 所以六路住 六路处长队 不能动其心 那个才是真正的定 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二十一耳的这个聚阵 它是精进第一的 这个才是精进 真正的精进是每一个境界 都让你 依法 都让你随顺于法 这个是精进 你刹那刹那 观虎场就刹那刹那 怎么样 精进 这个是真精进 所以 像 像这个 蓝身共佛 法画经里面的蓝身共佛 是真精进 蓝身共佛 不是真的你把身体烧了 而是 你的五蕴身 散发着 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光明是什么 你对无量的境界上 升起 都在无量的境界上 刹那刹那的境界上 你都有智慧 那个刹那刹那的心 都怎么样 好像火有光明一样 散发出 无量的光明 在每一个无常境界上 你都散发着无量光明 这个 就是你对五蕴的直取 没有了 那么这个叫做蓝身 就是你的身体 发光了 无量光 无量光是因为 无量的境界 你在无量的境界上 你都生起无量的智慧 光是一种智慧 光明 照明 火生起来 看不见的 你看见了 一切的世间无常 无我 你看见了 那个叫做蓝身共佛 所以 这个是真经济 真供养如来 我还讲的是这个 后面的人误会了 就去蓝身共佛 跟那个没关系 佛 佛都永远去吃 那个肯德基都不吃你的 当然 人家共佛他 人都不吃的 那你拿那个共佛 你拿那个共佛 做什么 将此身心 最少是将此身心 奉承上 那个才是真正共佛 那么你能够观照到 无印身心 无产无我 那个是真经济 真共佛 你得法身 你得法身 才是真供养佛 那么这个叫做蓝身共佛 蓝召你对 从一个地方讲 就是你去掉 你对自我的举着 对无印的执着 在每一个境界上 你都有佛法的智慧去观照 这个是真男生共佛 那你看 我们说二十亿耳的记 真好用 我常常都会举这个记 你们应该也背起来了 我刚才有讲过好几次了 来讲看看 六路处常对 然后 对 这个很好用 六路处常对 这个有时候背起来 然后我们看到 经济会动心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到二十亿耳 不要想到二十亿耳 要想到二十亿耳 六路处常对 然后怎么样 不能动其心 然后呢 对 心常住 所以要厌离住 有没有 厌离住 你看 这个是佛法的核心 所以 欢喜 赞叹 懒卓 坚住 那么 你坚住的是什么 坚住的是对人事物的执取 还是 对人事物的不执取 没看到 坚住的不一样 对五欲的执取 还是对戒定会的 这样的观念 一直在你内心产生作用的 那个力量是什么 心肠住 然后呢 对 你看 法身边是什么 无常 对啊 他不就讲这个道理吗 你看 是不是 他就讲这个道理 你要灭关 要升关 这一切法 都是无常的 因为无常 你就不执着 你六路 内六路 跟外六路 内六路 对外六路的 把它写一下 常常讲 常常讲 就会记起来 内六路 你看 六路处就在讲这个 六路处在后面讲 我们现在才讲到五欲而已 六路处都是讲这个 都是对境界 外六路 那么 言而平舍胜利 设身相会触法 这个就五欲 那因为 因为 跟沉合合身 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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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 印象 还有行为 那么感受 那么印象 感受非常的深刻 印象非常的清晰 然后那个抑郁 就会产生抑郁 就是那个意图 你就会有 要拥有 或什么样的意图 然后就会造作 然后造作就有业 然后业就有业报 业报是什么 业报就是轮回 生死 生死轮回 那么你在这样 你从这个地方 你 他就是有受想师 他就有心理感受 那么就有受想师 然后 他合起来就是五欲 是 了别的 对了别的境界 了别什么 了别这些境界 言而平舍生所了别的 是 对五欲 对五欲的境界 所以你认知的 你认知的这个五欲 你认知的这个人事物 那我们把这个讲 摄身相位出 其实就是什么 人事物 我们叫做诸形 那么这一切 它不断不断 随着阴远在变化 那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 叫做心所 也随着境界的变化而变化 那现在告诉你 不是告诉你 把眼睛遮起来 看不见 把耳朵塞起来 听不见 把鼻子 鼻子不能塞 鼻子塞起来就死掉了 就没有呼吸了 那么 也不是叫你不要去闻 而是 你看到了 听到了 闻到了 想到了 意识想到 接触到了 那么 你心 知道这无常 这无我 心不为所动 那这个要训练 那常常要这样训练 像 像有时候 我们 有时候会 有一些事 我们就能看清 自己的心动 像 前几天 我有一些东西 送给别人 然后 我说 你要什么 你尽管拿 结果那个人 拿了 我比较喜欢的 我心里面就有一点 你拿那么多 拿我最喜欢的 你也太贪心了 后来我就想 我自己都要送他的 我为什么心里面 会这么想 真奇怪 那人就很奇怪 你知道吗 但是你一心动 你就开始想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那么我既然要送人 我为什么又会 怕人家拿太多 拿太好 好奇怪 那你又叫人家 随便讲 但是人就很奇怪 人就很奇怪 又想表现自己的大方 但其实自己 又没那么大方 那你就开始想 你心在浮动了 重点 不是心浮动 而是你又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浮动 烦恼 那你看到了 你就要想 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应该要怎么想才好 就开始去想 那下次 你再有东西 要送人的时候 你就会关照自己的心 不要动了 对不对 真的 你就会注意 我还要先想好 才送人 人家可能会 把所有都拿去 或是说 拿最好的 但是 我本来 我自己用不到 我本来就是要给人的 他用了跟我生乎抱 有什么不好 你就往那边想 那本来世间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 动不是问题 一开始都会动 哪有不动的 又不是胜者 因为你没有烦恼 才不动嘛 我们是有的 好 那动不是问题 问题是动的时候 第一个 有没有动得很厉害 第二个 在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察觉到 第三个 你有没有想到对策 让他不动 这个就是苦极灭道 不然 对不对 你没有察觉到 那你就一直动 越动越厉害 那么 动了之后 你知道他动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 让他不动 你没有察觉到 就没办法 察觉到的 脈絮金金人相当 你就没办法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想到方法 我为什么会动 要去探讨那个因缘 所以这个叫做 苦极灭道未幻灵 是不是 其实我们把学过的东西 都串起来 你就知道了 其实佛法就讲一件事而已 真的 你后来看来看去 是不是 佛法讲的都不离开 对身心的关照 有没有 身心静的关照 那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 天天都是这种事啊 是不是 所以佛法 其实没有那么难修 只是我们把它学术化了 把它玄学化了 把它思想化了 就没有办法 思想化成行为 你知道吗 那其实它 它没有那么困难 那像因为 因为我常常想 所以我很多东西 我就会察觉到 我告诉你们要这样想 其实就是因为 我是这样想过了 我都知道 我应该要这样 而且这样是有力量的 真的有力量 下次再起的时候 因为你会先想 因为你有深刻嘛 我们是对 五欲的境界深刻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对佛法的境界深刻 所以像这个 比如说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那你要先想 这个二十一耳 这个印象很深刻嘛 二十一耳 它为什么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因为 并不是它不对 它常对 其实我们不管 你就是睡觉 你六路处也常对啊 五四不起 就用意识也是在想 想那个法城啊 那个境界啊 想过去 想未来 做梦也是 很多境界 一样是有的 那么六路处常对 不能动其心 心不为所动 心不为所动 基本上是跟 无常想 愿理想有关系的 一定是 那么如果你到了 无我想 那么你就真不动啊 真不动 我们会动 但动得不是很厉害 它不会造成什么 比较大的伤害 那如果动得很厉害 那么你要有 警觉性 你要有警觉性 那么我一定要 想办法解决 所有的办法 佛头跟你讲好了 真的 那你就照这样修就好 一天一天修 就像比如 今天上完课回去 你有六天的时间 六天半的时间 六天又22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才上两个小时 没有上一天 我们常一天 三个小时而已 那么你其他的时间 你即使在上课时间 你一样啊 那么你其他时间 你面对境界的时间 可多了 当然你还有其他 这一天三个 那么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 你就要关 你就要关 那么当你对这个人 这件事 这个东西产生 极大的满意不满意 这个时候表示 你心动得厉害 就算你没面对境界的时候 也是在动 对不对 面对境界的时候 动得很厉害 没有面对境界的时候 也是在动 因为还不能 久久不能平复嘛 下次再面对他的时候 会激烈哦 更激烈哦 那么他再有这种境界 他今天讲我 好 佛说要慈悲 你好可怜 就帮我消夜 很多人会这样想 帮我再消夜 那么第二天再来 那两头穿滚 他又可以讲得骂厉害 好 我忍啊 佛说要忍入 忍入才能成佛 我要想到忍入先人 第三天再来 好 就当作 你在超度我 很多人 很多人真的这样想 那第四天再来 忍不下去了 你把我当塑胶的 老虎播花位 你还帮我帮帮帮 就开始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回去会想 境界远离了 他并没有远离 境界远离 他没有远离 他没有观察到 他心是浮动的 他是压抑的 他是压抑 刚开始压抑 对 但不能一直压抑 要解套 你要从那个阴下手 那不然 一次境界 印象会加深 感受会加强 那个抑郁会加重 就是说 你那个企图 你想要 我再忍你一次 我再忍你一次 那忍如可忍 孰可忍 孰不可忍 就会变成这样 那个其实就是 你没有找到 根本的原因 你不是压抑就好 你的心一直在动 即使他这个人走开了 你的心并没有远离 那个境界 你没有厌离 那个境界 你只是 你只是厌离 那个人 你没有起 厌离 那个境界的 就是你 当然你不喜欢 这个东西 你讨厌这个东西 但真正的厌离 是要厌离什么 厌离烦恼 厌离你的烦恼心 那么你这样的话 那么 心常住坚固 坚固什么 地观法身面 你无常想 所以无常想人 入无我想 坚固 注意 注意 很仔细 很清楚的 关照 心的身面 法的身面 这个法是什么 境界 人事物 一切的事情 那么一切的变化 内心 也一样 那么内心 随着他身面 那么你慢慢观 境界的身面 心不身面 所以 诸行无常 是什么法 身面法 然后呢 身面面 以怎样 己面现前 你看 讲的不是这个道理吗 他身面 我不身面 当我不身面的时候 我就急进 当我一切境界 都不生面的时候呢 我就涅槃 没有烦恼的嘛 断尽一切烦恼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法身就具足了 法身具足 你就知道 解脱是这个来 这样来的 犯人以利 所作一半 不受后有 清净啊 再没有烦恼啊 再没有杂染啊 但是这个要慢慢修 要一步一步来 先看自己 心有浮动 境界浮动 随着境界的 无常身面 心也随着他身面 但是你有绝观 有绝有观 最好 就是你开始了解到 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 看着自己 想办法 要找到方法 方法就是 修这个想 那么让他 让他 慢慢慢慢 不随着他身面 他浮动很大 我们不随着他 浮动很大 他骂得很大声 我们没有承认 也没有怎么样 只是看到 这个人烦恼这么重 我有没有办法 降伏他的烦恼 没有 也不要增加他的烦恼 也 第一个 我不要去增加他的烦恼 第二个 我也不让他的烦恼 来让我变成 变成我的烦恼 那么 只是 默默地祝福他 就是你想一个方法 我祝愿他 以后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会帮助你 那现在我的能力还不足 所以 因为 他的烦恼 他的烦恼很强的时候 你的关照要比他更强 不然你会被他拖着走 真的 你的会 你的定跟会 借定会要比他更强 借就是控制烦恼的能力吗 定就是调伍烦恼的能力吗 会就是断除烦恼的能力吗 那这个都要从你内心 要有绝有关 要递关 要有这种 有这种绝照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我一直觉得 休息没有那么难 你要有善巧 佛陀反复讲 都在讲这种道理 那你如果没有 没有这样去实践的话 你就是 中观为师如来 这样部派都懂 都懂 你就是不懂你自己而已 这个最麻烦 你都知道 烦恼的名相 一一背出来 你就是不知道 你自己起烦恼而已 那有什么用我问你 有什么用 属人家的钱 自己用不到 一张都用不到 对不对 那这个是没有用的 好 那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以受想形式得愿 愿以理喻解脱 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这个就五分法身 我身已尽 我已经都没有烦恼了 这一生 不会再生了 身已尽 这一生是最近到尽头了 苦边了 到苦边了 犯恨以理 不再有烦恼了 犯恨就是清净恨 完全没有一丝烦恼 那么就是 这个已经清净了 那么不会再有轮回了 我应该做的 多做了 应该做的是什么 应该做的就是 要向解脱 那么我现在已经得到了 要具足界定位 而向解脱 那么现在 我已经都做了 我告诉我要觉察烦恼 要控制烦恼 要调腹烦恼 要断除烦恼 我现在已经没有烦恼了 我不需要控制烦恼 也不需要调腹烦恼 也不需要断除烦恼 也不需要觉察烦恼 因为我已经没有烦恼了 对不对 所以所做亦做 然后怎么样 自知不是后有 你自己知道 如人饮水 人卵自知 那么因为你知道 有 后有就是有 有就有什么 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痛苦 就有烦恼有痛苦 你现在 你的烦恼没有了 所以你的生死就没有了 那么这一次 涅槃 无语涅槃之后 就不再轮回了 那么所以这个佛说慈经理 朱比丘 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好 那我们说看这个一五九经 跟第一经 对照看 第一经就讲心解脱 一样 那么 这里 是信心善然止 那么如果从 跟第一经比较的话 第一经是正见者 生愿离 生愿离者喜贪见 喜贪见者心解脱 解脱者有解脱之见 那么这里是正信者 因 因修艳离 因修艳离 修艳离 那么就 就怎么样 那么离遇解脱 修艳离得解脱 那么得解脱 就得解脱之见 如果跟对照来看 那其实是这样 好 那看一六灵经 一六灵经也是一样 讲一样的道理 那么说佛在 奇远离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信心善然止 正信 非家出家 那么自念我应随顺法 那么是一样的 好 那一色多修艳注 一受想形式 多修艳注 你看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一个修艳 一个说修艳离注 有没有 那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贝的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 这两个都是因为 这两部经应该是同一部经 但是 贝的人 被多一个艳离 或是只是被艳 所以就两岸并城 同属又这样 这个阿罗汉说 佛当时是说 多修艳注 那么有一个说 多修艳离注 有没有 差别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那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 因为你多修艳离注 你就没有我所 我所爱 我所爱就不重 我所爱不重 我爱就不重 我爱不重 我见就不生 我见不生 你稍微观察 依你的智慧 就可以断除 那么可以证什么 证出国 那么证出国之后 那么对于艳离五欲 那他也不是没有 他一样有五欲 但是不会很重 不会因为五欲 重就是 你会因为五欲 去造三二道的业 那个最重 会因为五欲 去造三二道的业 会因为人事物 去造三二道的业 那个最重 那么你贪婪 你也是欢喜 贪爱五欲 但你不会因为 要得到这个五欲 或因为失去这个五欲 不管是人事物 那么你去造三二道的业 你不会 就第一个就是 先不剁三二道 所以要借要控制 那么你 揽着五欲 这个是普遍的状态 这个因为我们 欲借了众生 他的一个习惯 就是揽着五欲 那你不会因为 得到 为了得到 或失去五欲 去造三二道的二业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这个是第一个层次 那么如果你 你为了得到 或失去 这个人事物 五欲 那么你不惜 造作一切恶业 就是不计一切代价 那么要得到 因为得到 或失去 你不计一切代价 不责任何手段 那么这个是最危险的 这个是最危险的 这个是最出众的 这个最出众 那么你在有可能的机会上 你尽量去满足 享受五欲 但是没有办法 你不会因为想得到 就好像你想要赚钱 你去抢 去骗 去杀 那有些人想赚钱 他不会动到这个脑筋 他只是努力工作 那么享受他 辛苦得来的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那么先要做到 先要做到 不会因为 不会因为一切境界的满足 欢喜赚他担择 而去造三恶道的恶业 杀到淫妄 然后渐渐对 远离对这一些境界的担择 没有那么担择 还是担择 那渐渐完全不担择 那这样慢慢慢慢 慢慢练 慢慢练 但是你要有那种绝躁心 你要有这种企图心 很多人没有这种企图心 就是听是听 讲是讲 做归做 那这样不行 这样你很难进步 这样佛法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跟你的身心相应 他讲的都是身心的事 但是都是别人的事 那不行 就是说 你要知道 这个法你每深刻的思维过一次 它在你内心产生作用 你产生作用 你再来看这个法 我告诉你 真的不一样 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会觉得 在佛法中真的就好像 你努力过了 你再来看六十一耳 你再来看六十一耳这个记 你会觉得六十一耳好厉害 是我的偶像 那么就是说 我要向他学习 那你 你努力往这个地方前进 你再看到这个记 那已经是不一样的 那你当你跟二十一耳一样的时候 那跟境界又不一样 那所以基本上 这是慢慢慢慢 我们一步一步向解脱 所以叫做向上 向上 怎样 向解脱 那一层一层嘛 那么一开始 不剁三二道 然后 这个是向上 不向二吗 不剁三二道吗 然后再向上 我们现在是欲界 我们远离对五欲的直取 就向上 超越欲界了 向上 离欲了 那再进一步 离色滩如色滩 那么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就离什么 他后面 等 欲离一切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就离一切苦 那跟后面的解脱 解脱之鉴 它差别 一个就是修 厌柱跟厌离柱 一个是后面 是解脱之鉴 一个后面 是离一切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当然解脱 就离一切 生老病死 幽悲恼苦 解脱一定是离这样的 好 那 后面 后面的这个 这个 欲解释地论的 我们下午可以稍微讲一下 欲解释的解释 无厌患 无欲 这个我们下午再解释 好 时间到了 我们就下课